警方发现有骑士违规没打方向灯 按喇叭视频蓝叉 但是对方没有理会继续往前加速 警方大声呵斥 骑士一个发夹弯钻进肖像 最后没路可跑自摔倒地 事发就在台中雾峰区的柳峰路上 当时这名骑士心虚拒绝蓝叉 跑给警察追 转弯自摔 其实还想起身逃跑 警方上前压视 不幸被排气管给烫伤 前犯眼看跑不了了 只好束手就行 警方对他实施酒策后 果然有酒精反应 酒策值0.22 原来是酒驾心虚烙炮 在追捕过程中 嫌犯剧烈挣扎 也打破了附近民众家门前的花盆 不慎滑倒 本所远警局路过热心的民众 其实上前予以压制 在过程中该机车架使人 意图挣脱逃逸 造成分锁援警脚部受伤 其实喝酒心虚拒绝蓝叉 酒测值0.22没有超标 虽然不构成公共危险罪 但是依旧违规了 警方开出酒驾罚单外 也依妨碍公务罪 将它移送地检专办 TVBS新闻苏台 两反一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